6月全台在封Computest 7月到底该看谁呢 哈啰 大家好 欢迎回到今天的 产经吸引力 一个可以轻松认识 产经趋势的频道 各位好朋友啊 你们在上个月 有没有去参加台北国际电脑展 Computest呢 相信就算你没有去 也有体验6月整个满满的AI行情 本来呢 股票要有行情 就需要有议题去带动 自然像这种每年都有的 大型产业博览会 就是各位绝对不能错过的重大议题 然而呢 随着时间开始来到7月 大家要知道 台湾又有哪一个重大产业的博览会吗 没错 就是每年7月底都有的 亚洲生计大展 那说到这次的生计展 一点也不输6月的Computest 不只呢 规模是有史以来最大 更有机会呢 复制Computest模式 待望一票的供应商 照现在的展览内容来看 CDMO 还有衣材 还有精准检测 立法院刚刚三读通过的 再生医疗 会成为市场首要关注的四大重点 今天妍希就来跟大家聊聊 到底有哪些厂商值得大家优先注意 开始之前 一样新朋友帮妍希按个订阅 老朋友要帮妍希按个赞 按个分享 这里先谢谢大家 那就转场吧 近期呢 本土券商的龙头 也就是元大 发布了一篇有关生计产业的报告 内容呢 只指三个重点 第一个重点是台厂现在积极的 并购厂房 还有通路持续扩大产品线 还有产能 专注美国市场的拓展 第二呢 是已经上市的血癌药稳定的成长 其他像是糖尿病的药抗癌药 这些立即的仿制药 未来的成果是非常可期的 最后一点其实很直接 报告点名受惠新产品上市 让并购带动获利成长 因此呢 认为美食啊 宝瑞还有台药 是当前主要可以观察的对象 这里其实就是在跟你讲 CDMO还有再生医疗这两大议题 然而呢 我跟元大的观点稍有不同 我认为呢 这里可以先关注 再生医疗跟精准检测的部分 过去其实我就常跟大家强调 投资就是要紧盯政策的方向 因为政策的走向 其实就是企业的田 就好比农夫想要把田种好 就必须要了解天气变化那样 那近年来呢 政府大力扶植生技产业 希望平衡台湾过于倾斜电子业的经济架构 所以在政策上 不只接二连三推出各类生技业的补助案 也将越来越多的精准检测的服务 纳入健保的几副范围 更重要的是 还替产业定立专门的法条 就是希望加速生技业的发展 训练基因 过去呢 市场对训练最大的印象 主要是帮新生儿做期待学的储存的服务 因为期待学中的干细胞 一直被医学界认为 会是所有疾病可能解放 然而呢近年来 训练却透过储存期待学的业务 进一步跨入基因的检测市场 还一举成为全台最大的产前基因检测公司 举例来看 去年全台新生额大约13.5万人 但是光训练发出的产前跟怀孕前的基因检测报告 就高达惊人的12.5万份 换句话说 几乎他是独占了台湾市场 训练呢 在今年主要有三大看点 第一点是透过他的细胞治疗 持续去发展新药 特别是旗下的 旗带兼职干细胞的新药 锁定肝眼症 还有肺部纤维化的治疗 相信这里大家都了解 在过去的两三年 全球因为新冠造成的 大量的肺纤维化的病患 几乎是无法根治的 而且晚期5年的存活率 甚至还比癌症来的低 那被视为最恐怖的沉默杀手 那训练呢 目前的新药 BU01已经进入了人体的临床二期 是全球首例 针对这个病症的 所以特别受到市场的期待 那第二项呢 则是抢供医美市场 外密体的技术 外密体呢 是一种由细胞分泌的小型囊炮 可以攜带蛋白质 还有核酸 还有脂质 这些生物分子 影响接收细胞的功能跟行为 是近年再生医疗领域的重大发现 应用呢 除了可以做到像皮肤的抗老 修护毛发的再生之外呢 还能用在新药的研发疾病 诊断这个多项领域 这部分主要是由 训练细胞制药负责 未来呢 也会成为集团第三家 往IPO迈进方向的公司 最后呢 则是受惠四世代基因定序检测 NGS的训练基因 那由于这次四世代基因定序检测 可以协助病患 去挑选合适的药物 再加上最重要的是 从今年5月起 政府正式将 NGS纳入健保给付的项目 等于呢 替公司未来的业绩做出了背书 也让强化训练基因 跟训练的合作项目 让客户可以从母健康出发 到健检 到中高龄疾病 甚至癌症筛检这些服务 所以让整个集团 有了长期稳定的获利的立基 当然啊 训练本身也透过自身的优势 持续跟多家的医疗院所 合作多项的医疗计划 像是去年6月 就跟星光医院申请皮下 还有软组织缺损细胞制备场所案 两个月后呢 又公告跟双核医院进行合作 自体脂肪干细胞的治疗计划 甚至到了今年的6月 还跟高医辐射中和医院合作 干细胞治疗退化性关节炎 这些多项的研究案 是台湾 再生医疗跟精准医疗的代表厂商 这里特别分享给大家 再来呢 我们看到同为精准检测概念的 惠治 说到惠治这间公司 可能很多人不认识 要是我说到核心妇佑医院 可能大家就会 哦原来 因为他们的创办人 就是台湾知名妇产科医生 舒怡宁先生 在2022年呢 全台北市的新生额人数 总共是14528人 但是呢由核心接生的婴儿 就高达4743人 相当于每三位台北市的新生额 就有一位在核心出生的宝宝哦 在如此庞大的客群的基础下 自然也确保了惠治的成长力机 与训练相似 公司呢受惠了NGS纳入健保的给付 创办人也表示 从今年下半年开始 NGS的需求就会起飞 三到五年内呢 这项业务的营收占比 你就有机会向五成靠拢 那由于NGS可以协助癌症病患 快速去找到合适的标靶药物 在适应症越来越多样 以及标靶药物 每年都有几十种新药出现的情况下 这个市场只会越来越大 惠治呢 目前的营收主力 还是占比高达八成的 母胎儿的医学 那受惠核心的业务 在这里是稳健的成长 连带去拉升惠治的营运动向 包括产前的带因筛减 还有新生儿基因筛减这些服务 都是带动母胎儿业绩成长的动能 从去年以来呢 两项业务分别成长30% 还有24% 是惠治业绩保底的保证 对于呢喜欢稳健投资的好朋友 不妨把惠治纳入你的观察名单中哦 好啦今天的内容 差不多跟大家聊到这里 三个重点一样整理给大家 第一点 随着时间越来越靠近七月 每年七月底都有亚洲生计大展 这个是大家不要错过的议题哦 第二点 概念股训联还有训练基因 受惠公司是全台最大产前基因 检测公司 在精准检测还有再生医疗 两大议题上 具有非常重要的指标 意义值得大家留意 第三呢 同为精准检测概念的绘制 因为被靠号称台北接生网的 核心妇幼医院 在庞大客群的基础下 除了确保公司的成长利基点以外呢 未来更有机会受惠 NGS纳入健保的利多 预期在三到五年内 就会迎来大幅度的成长 因此也介绍给大家认识哦 那今天一样感谢好朋友们的收看 最后记得帮演细按个赞 按个分享 下周我们同一时间再见咯 法官同步 首先分析是个别有加证券 无论是财务利益分析 本节目资料请提供参考 投资人应赌一判断 实险评论 并次付投资保险 法官同步111 尽管投顾新资第015号 本节目资料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